2014台北灯节2月7号到16号将在花博原山及美术公园登场 而华丽闪耀的幸福台北灯海则率先在1月25号晚间点亮 北市民政局长黄吕锦如表示 幸福灯海全长2.9公里 从中山北路一到三段一路都有璀璨的灯饰营造美丽的台北夜间风华 而今年设计师从中山北路花博人行路桥开始 以春夏秋冬四季沿路布置灯海的主题 而有年味的春福二字也高挂树上喜气又极力 那这一次呢我们幸福灯海最主要是 那我们在逛街的时候喜气又去品味 在一年四季里面春夏秋冬汤 它在过年过节的这个荣景 还有我们一般日常生活的形态 设计者就把春跟福变成春天的树叶 那有放在我们的树木上面 民政局表示 幸福台北灯海灯饰由象征台北特色的摩天轮 小笼包台北101等元素串联而成 广受喜爱的大猫雄园仔也成为灯海的主题之一 设计师也设计了春暖花开 欢夏时光 秋月人员到冬至福道等主题 另外还配合情人节 将人形路桥设计成闪亮的情人桥 而沿路的饭店业者也配合装点门面 让灯海更聚看头 此外灯海周边的秦光 圆山等商圈店家也都配合推出五折起优惠 希望透过灯节活动带动业绩倍数成长 记者张新芳特别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